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香港這個環保條例生效了幾天 我今天嘗試去這間大字頭的連鎖快餐店買一個外賣 加了一元就給了一份環保餐具 看看實際情況如何 汽水還是給膠蓋 有一個木造的刀 好像沒有給我喝管 那這一份代替膠的餐具是怎樣的呢 放開來看看 它就 就 一個紙造的羹 紙造的羹 一個木的叉 一張紙巾 一張紙巾 環保餐具就是這樣的 一套紙的羹 木的叉和木的刀 但它就沒有給我喝管 那就麻煩一點 喝汽水就要這樣喝 那這個飯盒呢 都還是用膠盒 拿開一杯 還是給膠盒的 那就不是昨天那間 DONKE 那樣就給紙盒盒 盒盒這樣 那其實就 其實都是 如果你盛在熱東西 都是 膠盒比較有好處的 那我吃這個 飯 算是一個挺便宜的飯 三十多元 有一杯飲料 那 那試一下 用它的刀 它的刀其實 很明顯就是 只有鋸齒 那些鋸齒 那些鋸齒 就不是尖的 它沒有削尖到的 那所以呢 那鋸的東西又怎樣呢 那就試一下 沒有爬 那拿粒帶子來鋸吧 拿粒帶子來鋸一下 插 插也插了 好難插 好啦 試一下鋸這個帶子 你不要說 連叉都 叉都插不到 這支叉呢 它太過鈍了 那些膠叉呢 它都有一些尖位 那這個木叉 簡直是鈍的 那這個一定切到 這個切面 那我試一下 另外一個切面 因為它 帶子呢 就通常它都是一個 它一邊就 一絲絲絲的 就有一個 很好的切面 那但是 我在焗蓋那邊切 我在蓋這邊切 切粒帶子 如果我切這一邊 你不要說 我刀也刀不進 切這一邊當然容易切 因為這邊它的紋理 是一條條向這一邊的 那我試一下 拿另外一粒出來 拿另外一粒出來 切這一邊 唉 真的刀也刀不進 很差 刀也刀不進 你看 完全刀不進 我看 不知道有什麼用 是刀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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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是完全刀不進 你看 只是硬爛了 那粒 帶子 刀也刀不進 這筆刀也刀不進 這筆刀是沒有 沒有差用的 你看 硬硬爛它 其實也刀不進 其實 都硬 是 硬碎它 也不是用來刀的 有肉粒的這個餐 我試一下鋸粒肉 這個好像是肉粒來的 冬菇 試試試冬菇 冬菇這些是易切 肉粒 哇 真的 我粒肉都沒有 這個餐 真的 好像是海鮮 海鮮餐 真的沒有肉 但是 你只切一粒 帶子都切到 都不是切 根本就是 它是硬爛的 根本就是 好啦 那試完 拿幾粒飯 先 別浪費 最怕浪費 不會做大浪費 不會做大浪費 好 好啦 試一下鋸 哎呀 就回應了 沒辦法了 你出街吃飯 出街做事 出街吃飯 就是這樣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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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幾硬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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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那 那 有個電視台試過要來刺這個糯米雞 就刺爛了 但是我覺得它比想像中硬 這些是紙巾 我試一下這樣 我這樣領下當然會摺 因為它始終是紙 而且它有一個摺痕 我用這個方向來壓 一定會看到壓彎了 但是如果我用這個方向 用這個方向來做力 它是頗硬的 它的筋都已經彎了 它的筋都頗硬 這個筋都可以接受 這個紙的筋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這樣就 刺它 其實 撥開這份耳梯的東西 你看到 它已經彎了 你用這麼大力來刺它 那些膠做的都會這樣彎 但是 我現在拍了幾分鐘 這樣屈它 都 都未爛 我用這個叉 用這個叉 用這個叉 這樣叉 它 都很硬 我覺得這個筋 算是OK的 總括來說 這把刀真的不行 我想要來鋸 鋸扒 鋸牛扒 我想真的很鋪 很鋪 很鋪 叉 就根本的 沒有擦以來 我覺得這些叉真的沒有擦用 Running 刺 切 這些刀當然可以 刺冬菇 刺冬菇 刺冬菇也不能刺你 就真的吃得益 我覺得 這個筋 子造的筋 其實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是不錯的 很硬 我令我想像中iques硬 我現在用指甲來刮它 用指甲來刮它,用指甲來刮它,用指甲來刮它 也有指甲痕,其實OK的了 再看看,這個指甲痕很臭,還沒剪指甲 都OK的了,頗硬正的,不錯的 老麥就已經轉了指甲蓋,這間大記竟然還沒轉 我覺得有點奇怪的 其實指甲蓋,在老麥喝過的東西都可以接受的 沒有問題的,指甲蓋我覺得OK的 那盒子就,我想遲些要轉賣,專賣,哎呀,有隻東西在那裡 不知道怎麼飛出來,在街上吃東西就是這樣 在街上吃飯就是這樣,在公園邊吃飯 你不像一些,沒有糖吃就麻煩一點 其實我只是特意買這個外賣來試的 要多給一元這個餐具,一元這套餐具,一二三這樣 都可以接受的 不過當然,如果我將來真的出去吃飯 要這樣買外賣,沒有地方坐,找地方公園 找個公園來吃,都是自備餐具 都是乖乖的,沒辦法的了 一元,一元,十二十元,三十元,三十元 三十元都可以吃到,啊,三十元都吃不到這個餐 沒辦法了,喝杯飲料 好啦,那今天就介紹這個環保的餐具 就說到這裡,有什麼留言說,拜拜 拜拜